罗东分局接获被害民众报案指称在今年9月起 在影音平台看到诈骗集团所设立的假投资广告 并且加入LINE群组之后 以不明的应用程式进行股票下单等等操作 并陆续汇款到所指定的账户之后 才惊绝受骗上当 警方获报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正办 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今年9月起 在YouTube看到诈骗集团设立的假投资广告 并加入诈骗集团的LINE群组后 以不明的APP进行股票下单操作 民众又依照诈骗指示陆续汇款到指定的账户 直到有资金需求想要将获利出金使不成 才发现遭到诈骗 本分局受理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从哪边啊 台北 不是是桃园吗 好啦 等下跟我们回派出所 警方在11月9号以面交100万元方式 继右诈骗集团现身 顺利逮捕王姓车手 随后又在16号再度逮捕了另一名的简姓车手 两名车手都经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建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匡骗后 便与民众沟通规划分别于本月的9日 及16日以面交新台币100万元及380万元的方式 既右诈骗集团现身 经专案小组耐心埋伏后 果件王姓嫌犯跟简姓嫌犯以面交车手的方式现身 并带他们取款后一永而上 压制逮捕 并查扣行动电话、假工作证、收据等 二度重创的诈骗集团 罗隆分局呼吁 不要轻信来入不明的投资广告 小心求证是防止诈骗的不二法门 如遇到不法立即提供相关的钱资 警方将积极主动打击不法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